銀式債券還有幾天 在10月14日下午2時就會截止認購 有意抽銀債而未申請的你就要盡快行動 不過怎樣抽才是最划算呢? 不少銀行和證券平台已經推出優惠 不過除了手續費之外 應購債券仍然有不同的收費 不是每一間銀行或平台全部都豁免 至於分別大不大 有甚麼分別 應該用平時的戶口認購 還是轉會開新戶口呢? 今集我就會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看上去之前 記得要讚好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首先我們要知道應購債券會有甚麼收費 其實主要會在四個環節產生費用 包括應購、定期派息、債券屬回 以及其他服務收費 第一是應購手續費 新購產生的手續費可以分為兩環 第一是投資者通常會在首次發售的時候 需要支付零售債券應購價的0.15%的手續費給港交所 不過配售銀行可以自行調低或豁免這個收費 第二是銀行或證券行額外收取的申請手續費 所以你都要看清楚 你選擇的平台有沒有豁免這一類的收費 費用二 利息代收費 派發利息的時候 中央結算會收取現金股息或利息總值的 0.12%作為費用 中介機構一般都會將這一類收費轉介給客戶 甚至會加收額外的費用 例如部分券商會收取0.5%的費用 費用三 提早熟回費 投資者可以在債券到期前向政府買出債券 政府就會以原價和相應的累計利息屬回債券 而中介機構會為到期前出售債券收取一些費用 費用四 到期屬回費 中介機構會為銀債到期被政府屬回的時候 向客戶收取一些費用 而其他費用方面包括債券托管費 由於幫客戶保管、股票、債券等的證券 中介機構或客戶戶口內存放的證券收取一些費用 另外還有轉倉費 即將存放在A中介機構的債券 轉去B機構戶口所產生的費用 又可以分為轉入費和轉出費 而大部分中介機構都只會轉出債券向客戶收取費用 轉入證券大多數都是免費 你要看清楚轉出費是否同時被豁免 最後一個收費大家很容易忘記 就是想抽銀債的時候 要先將本金放在銀行或證券行 而抽不中的本金後續想拿回的話 銀行或證券行有機會扣回少量的手續費 大家要注意 亦可以留意你的銀行 稍後有沒有推出一些退款定期存款的優惠 暫時銀行之中最多做到8免 就是富邦銀行 至於做到7免的銀行就有很多 包括恆新銀行 大新銀行 花旗 公銀亞洲 中信銀行國際 東亞銀行 和上海商業銀行等等 大航匯豐銀行就提供6免優惠 未見它豁免轉出費用 渣彈銀行和中銀香港 只在分別提供5免和3免優惠 有意起這兩間銀行認購的投資者要留意這個表格 有甚麼收費未獲豁免 至於券商優惠就更加進取了 其中最大分別就是提供了 融資孖展認購的手續費優惠 而孖展抽銀債比較適合手頭 不是太鬆動的投資者 例如剛剛做了一筆定期 在10月中才到期 如果以按揭孖展形式向券商申請的話 一般都可以先付按金和融資手續費 直到獲派分配結果的時候 才全部付回餘下的資金 輝納證券提供11免 包括免經紀用金、免不動戶費 又提供融資認購手續費最低至零元 按金低至零元 以及融資息率低至零元的優惠 要留意不同的認購額 在輝納所獲得的優惠其實都不一樣 以一手認購計算的話 認購額就是1萬元 可以全數融資之餘 免息、免按金和孖展免手續費 如果認購額是介乎2萬至10萬元 按金就要先付10% 可以融資到90% 融資利率和手續費分別是3.88% 以及38元 要財證券就推出12免 包括免平台費、利息、按金、不動戶費 不過要財100%孖展申請認購 最多只適用於申請認購100股 也即是一手 似乎作用不太大 但是新客開戶就可以獲贈股票獎賞優惠 至於富途證券今年推出9項費用豁免 以及最高有1600元的現金營生獎賞 而且它在指定的實體店和辦公室設有排隊快線 為老友的推出了一對一的專人開戶和認購服務 支付證券就提供10免優惠 免一般收費之外 免孖展認購手續費 免孖展利息 一到十手九成孖展認購都可以享有這個優惠 押滿就止的啦 我的整理就到這裏了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需求去選擇 亦都要看清楚條款 有不清楚的地方 記得主動去向有關平台問清楚 還有要提醒大家 雖然政府公佈的截止應購時間 是10月14日下午2點 但通常證券平台會提前截隊 例如支付的申請日期 就只是去到10月10日的下午3點 其他平台的截隊時間餘下 記得要把握好時間申請啦